华侨为革命之母 这是国父给予华侨最高荣誉的历史证言 位于神户的孙文纪念馆 曾是当时支持国父革命的华侨吴景堂的住所 1913年国父到访神户时 当时的华侨士生在这里与国父畅谈革命之业 如今成了日本唯一的孙文纪念馆 孙中山先生到神户来 第一次1895年到神户来的登案就是神户 然后1924年最后离开神户回国也是神户 前前后后18趟都有神户这个地方 尤其是对辛亥革命 神户华侨支持孙文 72月是十倍里头有当时神户国民党支部 还有这个王庆祥先生等等的那十倍也有 可见当时的神户华侨的资源多么大 所以这个地方变成这个孙文纪念馆 是日本唯一的同时在世界也有名的孙文纪念馆 透过纪念馆的展示 将神户华侨对中华民国建国的无私奉献完整展现 也为那段历史留下最好的见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